磨难面前信愿间 菩萨助我度难关 各位同修大家好 墨学是福泽绵长 2018年是我专修大卫咒的第二年 也是我恶业成熟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 我经历了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种种磨难 在磨难面前 我没有退说 信仰坚定 仰仗佛力度过了难关 下面和师兄们说一说 我遭遇的种种磨难 刚开始上班 我的身体就出现了状况 随后 我在床上躺了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里 我只能站几分钟 并且不能说话 严重的气血不足 在生病期间 我没有埋怨 也没有抱怨 正好参加了咱们精进群里组织的冲签活动 那天 屋外寒风呼啸 我在屋子里躺在床上 专心读大卑咒 也不知道读了多长时间 忽然觉得满身热汗淋漓 觉得肚子很饿 就起来煮了一些红枣花生池 吃完之后 就继续读大卑咒 这一次 我突破了自己 真的达到了一千遍 我躺在床上 心里想 要是有人 能帮我买点菜就好了 到了下班时间 就真的有同事自动过来帮我买菜 除了菩萨的加持 还能有谁做到这些呢 非常感激我的同事和朋友 帮我买药买菜 我的身体好了 丈夫缺因酒价被罚了七千块钱 当时觉得特别伤心 因为我们的房子还要还房贷 经济比较紧张 我忍不住责备了丈夫几句 好在有其他朋友的帮忙 只交了钱 处理好事物就可以了 没有被拘留 丈夫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从此再也不喝酒开车了 最让我烦恼的是女儿的事情 她现在正处在青春叛逆期 什么事都要与我对着干 每天早上我给她做好早饭 如果不合她心意的话 她一口也不会吃 这样整整持续了一年 我担心她的身体内心着急 说话的口气也就不太好 于是我们经常吵架 有一次我们吵得特别凶 望着她叛逆的面孔 听着她埋怨的语言 我禁不住留下了伤心无奈的眼泪 当时内心都崩溃了 我甚至想过 我不要这样的孩子 为什么我会养出一个如此叛逆的女儿 为了忘却这些烦恼 我抹去脸上的泪水 静静地跪在菩萨面前 参加了群里的共修活动 奇怪的是 念了才几分钟 我的心情一下子平静下来 心里没有那么怨恨了 我反省 都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好 也许我也曾经在过去世 这样顶撞过我的母亲 一切都是因果 我靠大悲咒 获得了心灵的宁静 今年 在生活中 我遇到了诸多不顺 每当遇到这些不顺时 我就当作还债了 最严重的一次 是我和女儿骑着车的出门 就被车撞倒了 那辆车撞倒我后 连停都没有停 就飞快地加速前进 我拍拍身上的尘土 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 并没有大碍 这时有个路人来告诉我 可以去前面的监控调一下 看看赤牌号码 我看了一下 手掌着着地擦桑了一点 骑得都很好 刚开始还怨恨人家 为什么不停下 转念一想 这是我的业障 顿时放下怨恨 和女儿骑车回家了 2018年最后的几天 丈夫的工厂里 经济效益不好 突然又放假 如果丈夫不上班的话 我们就接不开锅了 刚刚装修了房子 需要用钱的地方特别多 还要还贷款 但是我的内心比较平静 我知道菩萨肯定会帮我的 我默默地迟照 到了2019年元旦 丈夫就接到了本家兄弟工作电话 让他去上班 丈夫也非常高兴 他知道这份工作来之不易 以前他曾经要求去过这个地方 那位本家兄弟并没有答应 没想到在2019年的第一天 竟然被主动叫过去上班 工资虽然不高 但是能满足我们的生活和贷款 原先的单位还发生活补助金 相当于下岗了 但是工资比以前更提高了一千多 各位同修 你在修行的路上 是否也遇到了种种不顺 你是否还能保持信仰坚定 别害怕 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交给菩萨吧 静下心来 专心念大悲咒吧 所有的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2019年 让我们放下所有的烦恼 重入不惊 专心念咒 必定会心想事成 作者 福泽绵长 感恩作者的分享 我在这里转载这个故事 还希望 说两个肤浅的看法 第一点 作者在文中说 女儿叛逆 也许我曾经在过去世 这样顶撞过我的母亲 从表面上来看 可能因果就是这样的 但是 真正的因果描述 应该是 由于自己可能在过去世 犯过同样的过失 所以说才招感了 目前 需要我抱肠的 对象 也就是女儿 来到自己的这个家庭 因为因果是自作自受 共作共受 不作不受的 因此 应该是我们在过去世 也有 对过去世的 孩子的不孝警 或者是叛逆的行为 而导致了 我们在此世 再次相遇 彼此 又在互相伤害 第二 在 遇到交通事故的时候 虽然是我们的业障 并且由于菩萨的保佑 我们也 没有受到伤害 但是 我认为 仍然应该去 查监控 看持牌号 并且 到 交通管理部门去报案 因为这样做 才能够让招事者 获得应有的处罚 也才能够 让他以后 在行车的时候 更加小心 不至于再造成 新的伤害 对所有的众生 这才是真正的 有好处 虽然我们不是记恨他 但是我们仍然 要去报案 仍然要求 去处罚他 这是两码事情 对于这位师兄 这位 福泽绵长师兄的 故事 我做这样一个 浮浅的评论 也不知道自己的认识 是否正确 如果有不正确的地方 请各位师兄看到后 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我在这里提前 感谢大家指教 那么观世音菩萨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